两瘦国际邮轮今天同时造访台中港 创下了台中港开港以来 单日出入境旅客人数最多的记录 下转楼顶着八九级的强风 邮轮旅客在海上饱受晕船之苦 不过还是很期待利用短短的五六小时 看看台湾的山光水色 今天去了日月坛 反正从小就听到歌曲什么的 想去看看吧 来自香港的散客也是同样第一次搭邮轮 不过他们的行程和直销公司组成的陆客团 完全不同 我们去习中山去吃啊去酒就算了 因为只有几个小时了 不过台中港的海风实在太强劲 游客几乎是被风吹着走上浏览车 连原本要接待用的棚架都吹垮了 现实合并了游客也来了 但是台中港的软硬体设施 有跟上脚步了吗 其实不用这帐篷 也按照邮轮的经营模式 他们是不需要这些帐篷的 后次我们都会像这种船型的船 我们都会移到旅客中心去 欧洲籍亚斯特号 盾位2万多顿 搭载400多名游客 从澳洲雪梨一路玩到亚洲的香港和台湾 5万多顿的意大利籍经典号 搭载着1500名的陆客及港澳游客 两艘船在同一天抵达台中港 是台中港开港以来 但日入出净旅客人数最高纪录 而这种2万多台币游港台 近来也成为陆客的新兴旅游方式 消费大概 他如果是参加团的 好像是说是大概2万多块左右 我们就是只有在聚会谈 阿里山跟中台是这个地方而已 因为这个武器这个地方算是一个港口 所以他们大家都会往那边过去玩 现实合并后 从台中港进出的游客 东半还是直奔南投风景区 如何进一步吸引更多国际游轮 挽靠台中港 开拓大台中地区的观光价值 台中市政府真的还得要多花心思 记者黄俊彭万群台中报导 谢谢大家